二 三 四 我念三年級的時候 就是 我姊母就進來了 但我三不五時被打 不是只有我 就是我跟我弟弟還有妹妹 她隨便什麼東西都可以拿起來打 我記得我四年級的時候 她有一次被打到整個臉都變形 因為我姊母非常會說話 她可以把死的說成活的 都沒有人要相信我們小孩子說的話 即便是我們身上很多傷口 警察也來了 可是最後都不了了之 我跟我弟已經都看破了 所以我們就會想 唯一改變自己的方法 就是只有讀書 高中我念的是北宜女 一個自尊心更強 怕大家發現我一個 殘缺的家庭 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致命傷 我很怕人家問 所以我就會開始 又會編造謊言 就我家裡有多麼美滿啊 其實我爸媽很疼我啊 我剛開始教書的時候 我是當吉隆老師 我當時我班上有一個小朋友 每天都這樣子劈頭散髮的 一個男生劈頭散髮 然後髒細細的來學校教 然後我也是看到他身上有傷口 然後我那時候就 開始跟他講我的故事 然後他嚇一跳 老師真的嗎 怎麼可能 我就讓他看我的傷口 就從那一刻開始 我知道 原來真的可以幫 就是說孩子會開始有同理心 他會覺得說 老師你是站在我這 你是站在我這邊的 其實 當我在幫助 每一個孩子的時候 我也在幫助我自己 我肯講出來 敢講出來 就 我每講一次 就代表我離開那個陰影 遠離那個陰影一步 感謝你 我來找你 哈哈 我來找我